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0月2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尽管加拿大人深受第二波疫情困扰 很多人表示对疫情恶化的担忧让他们备受折磨 但加拿大的政治家们没有闲着 在官方反对党提出 仍然要对特鲁多进行道德操守调查之时 总理反过来威胁说 若继续调查他 就相当于不信任他的政府 那就在国会进行信任投票 甚至不惜再来一次大选 总理特鲁多说 由反对党议员来决定 他们是希望这个少数政府继续运转 还是他们已经失去了信心 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国会确定他们不再对少数政府充满信心 那么不幸的是我们就将举行大选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惠兰也做出了类似的表态 综合加拿大环球邮报和哥尔波news报道 官方反对党联邦保守党领袖奥图尔证实 该党将在周二就国会成立特别委员会的动议进行辩论 但表示会更改委员会的名称 从最初拟定的反腐委员会改名为 关于加拿大疫情期间政府滥用公共资金指控的特别委员会 但自由党随即回应说 为了避免保守党继续调查政府的道德争议 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让加拿大再来一次大选 让加拿大人再一次进入投票站做出他们的选择 奥图尔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重申 我们希望这与问责之有关 而与选举无关 然而 奥图尔所做出的妥协似乎并未让自由党满意 自由党说他们不支持将委员会变成党派调查 政府国会领袖罗德里格斯在周一就警告说 自由党将其视为一项新人议案 并在周二证实 如果反对党继续追求成立这样的委员会 那么就有可能进行联邦大选 罗德里格斯在谈到保守党提出的 更改委员会名称的动议时说 他们在此动议中明确地说政府是腐败的 因此今天我想说得更清楚一点 自由党政府认为这项依然是一个信任问题 保守党领袖奥图尔坦诚 他对政府确实没有信心 但也不想进行大选 他说 在加拿大的许多地方 今年的万圣节孩子们不能外出逃堂 但自由党认为 加拿大人应该走进投票站 而不是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 加拿大国会自9月复会以来 下议院委员会应是否以及如何重新启动 针对慈善组织WE进行调查而陷入瘫痪 自由党 新民主党 奎人政团和保守党 都支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 但在调查范围以及由谁来掌控的问题上 出现重大分歧 保守党在议案提议 建立一个与下议院常务委员会分开的委员会 以调查包括WE现在已经取消的 加拿大学生服务补助金管理 紧急商业租金计划 以及总理沐瑶长席尔夫就工资补贴 向政府游说等在内的问题 政府国会领袖罗德里格斯说 保守党的议案将把政府的资源 从应对大流行转移到大量文件制作中 而工作繁忙的内阁部长们将不得不在该委员会作证 而浪费大量时间 就在周一 自由党提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 以研究应对新冠大流行的所有政府支出 但是他们的提议将使自由党议员的比例过高 并请自由党主持会议 新民主党的提议与自由党涵盖了同样广泛的话题 但要求由反对党来控制相关议题与程序 新民主党议员安格斯周一说 由自由党领导的 由自由党组织起来的特别委员会 不是一个特别委员会 它将是一个功能失调的委员会 我认为自由党应该明白 他们只是少数政府 需要与我们合作才行 目前魁仁政团已经表态 他们将对保守党的动议投赞成票 尽管新民主党对保守党最初将特别委员会 安上反腐败的名称不满意 但他们表示愿意就该动议进行谈判 实际上奥图尔的保守党 需要魁仁政团和新民主党议员的支持 才能让他们的议案获得通过 并且组建这个特别委员会 从莲花清温到板南根 抵抗新冠病毒这件事 已经令大家操碎了心 最近英国一位牙科专家发出建议 大家可以频繁刷牙 来预防感染新冠病毒 就像勤洗手一样 加拿大专家称 这一说法虽然没有被证实 但是可能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布里斯托大学的牙科教授 Martin Eddy在接受采访时声称 牙膏在口腔中的抗菌作用 可能会降低唾液中新冠病毒含量 甚至可以防止病从口入预防感染 Eddy教授认为 这种方法带来的作用 类似于用肥皂或消毒液来洗手 今年4月份 英国牙科杂志刊登了一封Eddy教授的信 信中写道 大多数牙膏都含有清洁剂 具有显著的抗菌特性 实际上 许多洗手液中也有相同的清洁剂 被认为可以抵抗新冠病毒 因此Eddy教授建议卫生专家 要在疫情中推广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 当新冠患者咳嗽 打喷嚏 说话或深呼吸时 病毒会在被称为呼吸液滴的小液体颗粒中 从患者的嘴巴或鼻子散播出去 考虑到这一点 从理论上来讲 Eddy教授的建议是有一定道理的 阿尔伯塔大学牙医与牙科学院的 亚洲病学部门负责人 Dr.Lirian Levin 在接受CTV News电话采访时说 从理论上讲 刷牙或漱口可以降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知道 该病毒的感染主要是通过口鼻传播的 但是Levin医生指出 现在还没有研究表明 刷牙会减少口腔中新冠病毒的含量 他说 对于是否应该建议采取该办法来预防病毒 是很难得到一个很好的答案的 不过如果你选择相信这种办法 那么每天多刷一两次牙 是没有任何危害的 同样 加拿大牙科协会表示 这种主张目前仅停留在理论上 CDA专业事务副主管Dr.Lirian Barry对CTV News说 大多数牙科产品本质上都是抗菌的 这是原本的设计目的 因此是肯定可以减少某些细菌的含量 牙膏主要就是清洁剂 就像洗手液一样 可以有效减少病毒含量 但是对新冠病毒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和多久的影响时间 我认为很难说清 还有一些专家指出 如果你被感染 那么使用抗菌漱口水 可能有助于降低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 但是很少有研究证明这种说法 Levin医生指出 在阿尔伯塔大学的牙科学院 由于默认可能会减少病毒含量 现在的患者都会被要求在检查之前使用漱口水 安省牙科协会主席Kell Khaled说 有证据表明漱口水可以减少口腔中的病毒含量 但是尚不清楚 这种做法带来的效果可以持续多长时间 Kell说到 在一段时间内 通过唾液感染他人的可能性会降低 但问题是一段时间是多长 是20分钟还是30分钟 又或者是一个小时 病毒含量终究是会恢复的 最终 加拿大牙科协会CDA 发出了一条四有四无 模棱两可的建议 请大家在疫情期间保持口腔健康 包括定期使用牙膏之类的产品 以帮助控制口腔中的细菌 以预防蛀牙和牙周疾病 随着BC省过去三天最新确诊499例新冠肺炎 BC省卫生局于昨日宣布 BC省已经爆发第二波疫情 省卫生当局今天以书面形式更新BC省 在过去24小时新冠肺炎的最新疫情 省卫生官员今天宣布BC省新增167例 其中包括一个EPI链克病例 总计11854例 目前全省共有1688例新冠红约病例 有4156例因已知病例正在接受公共卫生监测 已经有9871例已康复 今天有69人因新冠住院治疗 其中18人处于重症监护 其余患者正在自我隔离 今天有一例新增新冠病逝病例 BC省共有254人因新冠病逝 今天再有三家新的卫生保健机构爆发疫情 分别是Evergreen Baptist Chaos Society Good Samaritan Victoria Heights和Sunset Manor 而Lenny Lodge和Chartville Crescent Gardens 爆发的疫情已经结束 全省总共有17家长期护理院或辅助生活中心 以及两处急诊设施爆发疫情 今天BC省没有新的社区爆发疫情 但全省继续有暴露病毒的事件 省府呼吁所有省民无论身在何处 都要采取个人预防措施 保持安全的距离 Loblores于今天周二发布多条警告 称其旗下两家商店 最近有员工新冠检测为阳性 第一家暴露病毒的商店是位于 12830 96 Avenue的Sherpers Drug Mart 检测成阳性的员工最后一天上班的时间是10月9日 第二家暴露病毒的超市是位于 苏里76 Avenue和King George Bolivar附近的Superstore 检测为阳性的员工最后一次上班时间是10月12日 星期天Loblores集团也发布了 蓝里的No-Furious员工检测为阳性的警告 上周Sobis集团也表示 Pandicton的Safeway有一名员工新冠检测为阳性 另外 最近几天 关于加拿大新冠疫情的谣言很多 其中一个谣言是指政府建立了新冠经济营 另一条则指政府计划取消所有的个人债务 包括抵押和个人贷款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永世医生表示 在社交网络时代 有关新冠大流行的虚假消息的传播速度 已经超过病毒传播速度 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谭永世呼吁所有加拿大人都必须发挥作用 不要受虚假消息影响 为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而付出的努力 如果你还在等待受新冠影响航班的计票退款 那么相关的帮助可能快来了 由于联邦政府考虑入股加拿大的航空公司 各反对党已经明确表示 乘客退款必须是紧急救出的条件之一 根据CTV的报道 保守党和NDP都表示 不论政府入股哪个公司 乘客的补偿款都必须被保证 周日 政府兼事务部长Dominic Leblanc表示 联邦政府对入股加拿大的航空公司 进行了很多讨论 不过他也承认 很多加拿大人期望在这一运作中 附加上与退款和旅行优惠券等方面 相关的重要条件 自疫情开始以来 航空公司处境很艰难 而且有多家加拿大的航空公司 面临集体诉讼 顾客们想要现金补偿 因为他们的航班被改动或者取消了 尽管如此 加拿大交通部长此前却也警告说 如果他们开始全额退款 整个行业可能会彻底垮掉 如果联邦政府真的决定 帮助加拿大的航空公司摆脱困境 这笔交易有可能包括西捷航空 加拿大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